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吴伯贵医师 许多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病友或家属 在进行人工膝关节致患手术前 都会担心,如果年纪比较大 手术会不会风险比较高 因此迟迟不敢进行手术 其实,以骨科医师的角度而言 年龄并不是我们最主要考量的问题 以下将与各位进一步说明 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正确的观念 把握最佳手术的时机 首先,我们需要先了解 一般退化性膝关节炎磨损到需要致患的年纪 本来就是大多以70至80岁左右为主 因此年龄并不会是我们医师最主要考量的问题 而真正比较值得注意的 反而是病患实际的身体状况 临床上我们常见许多阿公阿嬷 虽然年龄已经80多岁甚至超过90岁 但是身体还是非常的硬朗 每天都能够到农地种菜或是到公园散步 但就是苦于膝盖疼痛 这时候考虑进行人工膝关节炙换术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选项 它可以大幅度改善膝盖的疼痛 让阿公阿嬷们能够继续的运动 使整个心肺功能与肌肉不会退化 反观,有些病患虽然才70多岁 但是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例如多年洗肾或是曾经心肌梗塞装了支架等 虽然并非不能手术 但整体手术的风险就会相对提高许多 临床上我们常常会看到 许多病患因为害怕接受手术而不断的拖延 但其实拖着拖着 等到真的年纪大了 身体状况也变差了 膝盖也疼痛到不能行走时 这时要来接受手术时 风险反而变得比较高 因此一般我们会建议 若病患的年龄已经满65岁 膝盖疼痛 X光也显示膝关节磨损得非常严重 并且两三家骨科医生都评估过 需要进行关节置换 这时尽早接受手术 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 避免拖得越久 长期依赖止痛药物 反而增加了未来手术的风险 整体而言 适不适合开人工膝关节 以当时的身体状况作为考量 才是最重要的 而年龄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所以当膝盖软骨真的已经磨损严重 需要进行人工膝关节置换术时 我们最好是在身体状况还不错时 赶紧接受手术 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我是台北荣总 关节重建科主任 伯伯贵医师 祝您健康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